然後我就在水裡面就翻開 你們就看到一個男生在我下方 這樣拉住我的腳 那個疊心的盤子就真的自己動 他跟著玩的另外三個朋友 就都直接就死掉了 所以你撞了什麼鬼 當然最希望還是漂亮的女鬼啦 要錄影了 索恩怎麼還沒到啊 索恩人咧 這什麼東西 歡迎收看波波接地區 仙姬鬼門開有什麼禁忌你聽過 像是半夜不能剪指甲 或是吹口哨 我們今天來問問網友 有什麼可怕的撞鬼經驗 走吧 歐巴 你本身有沒有宗教信仰 家裡是基督教 但我外婆他們是佛教 但我其實是有點都混合 相信我是靈異體質 基本狀況特別不好的時候看得到 然後越來越健康就比較感激了 我相信小時候只有靈異體質 就我看到 我現在看不到 但是我會頭皮疤 我以前小時候會看到也是因為很不信邪 我都會帶那個十字架 然後我就把自己關在我自己的房間裡面 我就把十字架拿上來 然後不等關掉 然後我就對著房間裡面的空氣講說 所以我不相信有這些鬼神的東西 如果要讓我相信的話 那一定要讓我看到 妳好叛逆喔 所以我這件事情後 反正房間也沒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應該是 過那陣子不久後 我就是會開始在我家看到一些 都是白色的影子 在我家各個角落 就是都是統一兩個人 就是在那邊站著 我那時候還發生過就是 晚上睡覺的時候 有人在敲我床旁邊的床 然後我不是兩層樓嗎 對對對 幹 到底誰會敲我的床 我就打開那個床簾 我就看到一個女生的臉 一個小 好可惡喔 我是真的被嚇到 我就把那個床簾關掉 反正我那時候就直覺性想到 是我那時候做的這件事情 我就開始看到這些東西 我就土法練鋼 我就跟他們道歉說 很抱歉 我知道了 就是我不懂事 然後我希望我不要再看到 我也不會再不尊敬他們 過那之後我就慢慢沒有再看到 就我只會頭皮髮 有 有看過一兩次 那你看到的他的形體 大概會是怎麼樣 他就是有點半透明 半透明的那種感覺 去年我阿嬤過 過世了 因為我阿嬤一直都在家戶病房 那時候 醫院突然打電話來說 阿嬤不行了 然後要我們趕快去看他 然後那時候一進家戶病房 我就知道說 我們來不及看阿嬤 因為我在門口我就感覺到 阿嬤的那個 靈魂出來了 然後我往阿嬤的那個 床的方向看 我就看到阿嬤 阿嬤已經 站著然後看著他自己 然後再看著我阿公 就是 家人都很難過阿嬤離開這件事 我自己的理解 不再會是難過 因為 畢竟他已經 就是躺在床上了兩年 其實這樣子還蠻痛苦的 我那時候看到阿嬤 其實我到阿嬤還蠻開心的 就是說很難過的 離開這個地方這樣 鬼月不移去游泳 會被抓交替 我沒有在鬼月的時候游泳 也有被抓過交替 就在發現一個很有名 然後很漂亮的一個溪流那邊 我就沉下水喚氣的時候 是有一股很強的力量抓住了我的腳 然後我就往下沉 然後我怎麼偷也就沒入水裡面 然後我就在水裡面就翻開 你們就看到一個男生在我下方 這樣拉住我的腳 那你怎麼逃掉了 我覺得在心裡面就是狂罵髒話 然後用死盡的力氣就是游泳 然後後來晚上他要跟我回家 然後就在唱給你唱給你唱給你 你有玩過任何就是比較是 靈異的遊戲或招呼 我可以分享一個朋友 他姐姐的故事 他姐的朋友那個時候就是 有一起去畢業旅行 然後他們一群人就是玩蝶仙 玩到一半的時候 那個蝶仙的盤子就真的自己動 然後有一個人就被嚇到 蝶仙的禁忌就是你不能停止 你到送給他才可以結束 然後他們就中斷了這個遊戲 但後來想說 欸 可能也沒有怎麼樣 結果在畢業旅行結束後 他跟著玩的另外三個朋友 就都不全都死掉了 真的假的喔 因為他姐姐是有點像是在後面看 他們有真的進去玩 玩那一局的人都不在這樣 所以你撞了什麼鬼 男鬼女鬼 當然最希望還是 漂亮的女鬼啦 你別踏鬼啦 什麼的 另一個故事是 你們知道四角遊戲嗎 四角獸嗎 四角遊戲也是類似疊線遊戲 那他的玩法是 沒有這個人先走 走到角落 因為沒有人嘛 所以他就要咳嗽一聲 咳嗽一聲他會接著走到這個角落 這邊不是有人嗎 他要拍他肩膀 左邊的肩膀 然後這個人再到這邊 然後這邊本來有人嘛 所以就拍他肩膀 每走一輪就有人咳嗽 這個遊戲成功會就是 咳嗽聲會消失 咳嗽聲消失就是多一個人啦 這樣子四角獸遊戲就成功了 這是這個遊戲的規則 那我怎麼會玩到這個遊戲 認識了一群新朋友 我覺得他們超酷 我覺得幹超好玩的 我他媽一定要跟他們當好朋友 他們有一天一選人來我家玩 然後反正我們就講到四角遊戲 就有人在那邊說 來玩啊 我其實不太敢玩這個遊戲 可是就是 我不能爽你知道嗎 因為我剛認識他們 就想說我在那邊爽種 他們等一下就有人說不要 在那邊說來啊來啊來啊 沒有人拒絕這張提議 我不能制止他們你知道嗎 因為我超酷你知道嗎 所以我不能拒絕他們 然後我們就開始玩嘛 然後他們還是要玩一個進階版 開一間碼的時候要講名字 那為什麼要這樣玩是進階版 因為最後面沒有咳嗽聲的時候 就有個人一出來一起玩 你們突然摸一間碼 麥克斯克森 這樣 就是招魂成功 你們就是想要知道招到誰 沒有 他們要講到玩這個哦 我就不講話哦 不敢講 因為我超酷你知道嗎 那個女的害怕 女的說不要啦 她其實有點硬著頭皮玩 然後我覺得這個很酷的氛圍 是大家一起創造的 那個病態的氛圍 所以我們就玩下去了 就關燈 可是玩的時候什麼時候沒發生 就只有覺得壓力很大 走到角落的時候 我會走也忘記自己 什麼時候剛才走到沒有人的角落 可是有聽到咳嗽聲就會超級安心 我不知道玩了多久 可是有一段時間 燈就開了 別人幫我們開燈 然後什麼都沒發生 然後我們就覺得 我們超屌 我們就邊開車 我們要去玩那個飛翼傘 然後我們在車上打嘴炮 沒什麼啊 覺得自己很強哦 就是我前面是那個女生 就是我摸那個女生肩膀 當然是我主動要求的 不是啊 你確定你幫我摸肩膀嗎 不是 然後我們就打嘴炮 講講講講 那女生突然跟我說 你幹嘛有兩隻手摸我肩膀 她說我是這樣搭她肩膀 我就以為她在開那種有鬼的梗 我說還是要一隻手 她就說 白痴哦 你不要在那邊鬧啦 然後我有跟她說 你不要在那邊鬧啦 然後我們兩個表情一瞬間 就我發現對方都是認真的 然後我就看著她 而且看著我 然後就是我第一次看到 有人的臉是 嚇到 血色整個吞下去 瞬間美白 可以接美白夜沛 對 我當然嚇死了 我快挖炸了 我們兩個去玩飛翼傘 要不然你衝了 我們都不敢去 我還以為 我很期待那個飛翼傘那邊有些 你是個懶的 我有看到 那我後來也沒有在聯絡這群人 因為我太害怕了 就是我以前 我有時候會在我阿嬤的房間睡午覺 我那時候家裡有很多狀況 可能我阿嬤比較不開心吧 所以她那個房間的磁場就比較差 在那個房間被壓過非常多次 然後就有一次睡午覺的時候 也是突然被壓 然後整個人動不了 然後我就突然看到一個 很像日本娃娃的那種 很噁心的娃娃的樣子 就突然壓在我的眼前 就非常尖銳又淒厲的笑聲 我在國小的時候有去 校外教學的那種地方 去了士林館底 我們就覺得很無趣 然後就會到中間有一段 就是吃飯休息時間 那個區域的旁邊有一個 廢棄的小木 然後我們就這樣走過去 前面兩間都是放一些 廢棄的家具 很亂的擺放 然後我們到最後一間的時候就是 一樣是廢棄的家具 但是房子的中間有一個人就是那種 前後搖的那種小木馬 我那時候就已經看到 一個女生坐在那個牆上 然後他是背對著我 可是大家都還鬧轟轟的 我就想說 有人坐在那 通常不是應該會 大家都安靜下來嗎 我就覺得很奇怪 他們是不是沒有看到 他們就說很無聊 要走 一群人就撤出來 然後那時候 我在那個安心班裡面 就是有一個比較好的朋友 他從進去到出來 他都沒什麼講話 後來我們回到那個吃飯的廣場之後 他就坐在椅子上面 然後頭一滴滴都不講話 就問他說 你有沒有看到什麼 他就突然抓住我的手 他是個男生 他用女生的聲音跟我講說 那你有沒有看到什麼 他後來就回神 就變成他 後來我看到我的手上 就是有一個手印 然後是抓的有流血 後來他就問我說 怎麼 我手怎麼流血 然後我就跟他說 沒事沒事 那個是我長大以來 這一次是我第一次看到 從那之後就一直有很多 這些事情要發生 就是接下來的故事 就是我剛升大學 我在中部的一個 科技大學讀書 所以我那個暑假 要回去做暑修 回去之後 我就在班上的群組裡面問說 有沒有人就是已經安頓好的租屋住 可以讓我去呆 班上的群組就有人說 他們這邊已經可以 然後我就去二樓那個同學的 房間裡面玩游戲 可是我進去的時候 我就覺得 不是很舒服 然後後來下來之後 胖子就載我去買飲料 就在路上的時候 就跟他講說 你們那邊好像不乾淨 我那時候還不知道他很怕這件事情 然後跟他講說 我剛剛上去的時候 覺得 三樓的隔壁 隔壁房 他好像在那 那個禮拜的課上完之後 我就回海北 然後之後胖子就打電話給我 就跟我說 就是你那天走之後 我睡覺的時候 睡到一半 然後突然醒來 就是身體沒辦法動 然後他就看到有一個女生 從他的廁所走出來 然後走到他的旁邊 就在他的床旁邊一直看他 可是他沒有看到他的臉 後來他就把 他很害怕鬼這件事情跟我講 然後我才覺得 完了我好像害到他 他回家之後就把 那天從廁所出來 那個女生的事情跟他媽說 然後他媽就跟他說 就是你去 鼠修之後 我有時候晚上出來上廁所 我就會看到有一個 女生走進你房間 他們兩個就在討論這件事情 結果後來發現就是 是同一個人 他就有打電話跟我說 他有去廟裡處理 後幾個禮拜都還是會回學校上鼠修 可是看到他就是臉色長白 都沒什麼精神 然後一直發燒 鼠修的最後一周 我又去他們家 看胖子好像有好一點 你有想要讓他繼續招家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只是想要去看看他們那邊的 處理完的話應該就不會有感覺到 然後我一進去二樓的房間 他們就坐在床上 然後我就坐在電腦椅上 我就問胖子說 處理完了 你身體有沒有好一點什麼 然後他就說 有啊 我都感覺好一點的 什麼之類的 可是在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那個女的 從背後冒出來的那種感覺 就冒在他背後 他就坐在他後面 因為我跟他面對面 所以他冒出來的時候 那個女的也跟我面對面 胖子就說 應該已經處理完了吧 我就 好 我後來就離開了 之後胖子也沒有再遇到這種事情 就是那一幕讓我很難忘 你也讓小胖很難忘 哈哈哈哈 我那時候也有就是 就同一個房間 我很常會被鬼壓床 我就看電視他們說 鬼壓床是 你的神經壓力很大 所以我就也是這樣安慰我自己 然後某一天晚上的時候 我就睡到一半 我就覺得我整個被壓住很不舒服 然後是動不了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一直跟我自己說 可能說我壓力很大 所以才是以為是鬼壓床 如果我就沒有理他 可是我沒有理他說 我的兩邊大拇指都越來越痛 就很像有人一直望你的 兩個大拇指的這個血口一直壓 我就很拼命的想要掙扎起來 我好像過一段時間後 我真的醒來了 我可以動 我就看我兩邊虎口是有個拇指 好恐怖 真的很恐怖 還是你姐 你能不爽你很久 你在睡啊 你在睡 在大學的時候有參加過一個節目 反正那個節目就是講鬼故事 然後準備參加是因為他們有一個試膽大會 就是一個廢棄的一個旅店 他就是帶我們到每一層樓裡面 就是做一些探險活動 是一個人完成 然後那時候去到二樓的時候 有一個廢棄的一個裝台 他們就叫我跑到那個裝台裡面 然後自己對著鏡子猜拳 他說有一個傳言是你跟自己猜拳 你可能會猜虛 就是要猜十次之類的 反正我猜的時候 我也是覺得有點頭皮發麻 但是我已經把它做完 我那時候就一直覺得 我的右邊肩膀很紅 就很像大拇指那樣 就有人一直按著你 可是我是沒有背背包或什麼東西 後面也沒有人 回到家的時候 隔了一兩天 就洗澡的時候 我就照一下鏡子 我就發現我這裡有 沾一個抓痕 手指這樣抓下來的 是紅色的那種抓痕 對是這樣抓下去 然後後來節目上有一個 其中一個嘉賓 他們家是開宮廟 他就自己一下在節目後跟我說 他其實從那個鏡子那邊 看到很多人在看著我 就覺得我在自己衝殺小 就是在挑釁他們的感覺 他就說 就是這種東西 還是少嘗試比較好 有點像是你去了別人家 然後去他家玩 沒有跟他講好弄之類的 就會被冒犯 而且你還不跟人家玩 只跟自己玩猜拳 看得到他們的時候 大概都會是什麼樣子 他是某種形態 絕大多數的狀況 都比較像是一個霧氣 或者是一個發光體 或者像是一個印子一樣 這樣子 那可是你看得出來是人形 有手有腳 有應該靈也不一定是人 他們可能不是人的形象 非常非常大 可能有10至20公尺上面有大人 有看過那麼大喔 這不是哥吉拉嗎